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者继续他在日光之下对于人生的反思 他发现如果我们把人生当作是一场比赛来看的话 当然每一个人都想要赢 所以我们才会追求更多的能力 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智慧 从而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比赛中 多一些胜算 但是对于比赛的结果来说 参赛的人可以说是个个有信心 但是人人没把握 只要我们活得够久 看得越多 我们真的会发现 跑得快的不一定可以赢 有能力的不一定会胜利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众人所期待的英雄 无论他的体能 技巧 智慧 聪明 学位 都不一定有把握在各种人生竞技场上得胜 而在其中搅局的就是人无法控制的时间与机会 再如何的聪明的人都对此无从预测 而让我们感到更加无奈的是 无论是有智慧的还是愚昧的 富有的还是贫穷的 好人 坏人 任何人都有一个同一个终点 就是死亡 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像六章十二节一样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 当时一切的追求 梦想在死亡面前都变得不值一提 那么面对生命充满无常和这样共同的结局 我们要如何面对呢 传道者给了我们答案 他说既然生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依靠那位掌权的神 并且享受神已经赐给你的供应和快乐 并且与身边的人一起来享受这些 而且我们要把分内的事情努力地做好 传道者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战都要珍惜 并且享受在其中 在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要珍惜读书的时光 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珍惜今天可以为这家公司工作的机会 当我们在单身的时候 就好好享受单身的状态 而在婚姻里 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配偶 在隔离期间 虽然在家办公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 因为这些事只要过去了就没有了 人生如果我们只是期待进入下一站 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快乐 无非留下的是不尽的惋惜和懊悔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享受今天你拥有的一切吧 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良给你的 愿神赐给你 可以发现恩典的眼光 我不能发现恩典的眼光 才是以后我真的是深入的力量 你能发现恩典的眼光 我根本身里您会会不开心的眼光 谢谢观看